跟大家说其实天书这个系统是可以任意搭配的 有玩到很后期或者是神课级的玩家可以分得更喜 例如说纯副本天书 PVP天书甚至是克制奶妈的天书等等 但毕竟养一本天书不是这么好养的 若凡就先帮大家整理出来 可以又先养了高CP值天书给大家啰 雨林奶妈的部分 唯无课玩家推荐天书有3334级 那三级天书的话有燕光残照暴击率提升1% 那我们治疗的部分也是会有暴击的哦 那美人相受到治疗效果提高1% 难关元气增长速度提高2% 这本的话在无课里面是算蛮实用的一本天书的 四级天书的话有风虎云龙所消耗蒸气的技能伤害提高3% 这个的话治疗浪它也是有吃的哦 那为什么会配3334呢 因为三级天书的话它所进阶使用到的是古代秘卷 那古代秘卷的话取得方法比较容易 那对无课玩家来说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为什么会配一本四级呢 四级的话它是进阶的时候是需要上古秘卷的 那上古秘卷的话再换进副本它会掉 那算量没有很多但是一本四级的话是还可以养得起来的 小课玩家呢是334四级天书 那三级的话是烟光跟阳光这就不用多说了 四级的话呢是风虎跟勾魂 勾魂的话呢释放技能消耗0.5%的生命技伤提高4% 生命低于50%不生效 那这本的话呢还蛮推荐雨林使用的 因为雨林的话它会自己补自己 那技伤的话也是质量量也是有吃的哦 所以这一个的话它提升的效果还蛮不错的 那这是小课玩家的搭配 中小课的玩家是3444级天书 那三级的话一样烟光惨照 那四级的话就是多了一本玫瑰刺 使用技能无怕几率 缩短所有技能冷却0.5秒 那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普攻也算是技能 那触法的几率还蛮高的 算是一本四级里面蛮实用的天书的哦 中课玩家的话推荐3445级天书 三级的话烟光 四级的话风虎跟勾魂一样 五级呢我有推荐两本 一本是纯补一本是双修 纯补的话呢是拨号秒溢出治疗 形成三秒护盾 护盾无法叠加 那这一本的话是纯补 非常推荐一本天书哦 那双修的话就是在你可能在打副本的时候 输出不够你会转输出 会这样子先模护转的话 会非常推荐这本点降唇 因为它是提高10%的爆伤 10%的爆伤它治疗量也是会吃的 所以喜欢玩双修的玩家 你可以先合出这一本 雨林的部分呢大课我就没有特别做整理了 因为它六级的话 在捕师来说是没有特别实用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已经到大课级的玩家的话 我会推荐你把五级天书这两本都练起来 这两本都练起来 然后呢你三级的话可以换点降唇 然后五级的话一样也是拨号秒 那雨林的话就到这边咯 好输出 输出的话包含法师羽毛还有武侠 还有沉魔雨林跟沉魔兽兽 那维吾克玩家的可以捡三三三四级天书 三级天书的话有焰光残照 暴击率提升1% 阳关元气增长速度提高2% 赤裂的话释放技能有1%的几率 获得100%的法穿跟物穿效果 那他这本的话呢当你升满的话 他触发的几率不会低哦 因为呢我们普攻也算是技能 那当你触发到的话呢 是直接法穿跟物穿直接翻倍 那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接下来是四级 四级的话是风狐 所有消耗真切技能伤害提高3% 那不用说了那这本呢是实实在在的增伤 是不可或缺的哦 小看玩家天书搭配推荐3 3 4 4级天书 三级的话是焰光跟赤裂 四级的话呢是风狐跟如木春风 如木春风的话攻击时有5%的几率 施放闪电造成40%的误伤跟40%的法伤 那这一个呢不管是物理系职业还是法系职业 都是吃这两种表功的伤害哦 那他这本特别的地方是只要有造成伤害 都有几率会去触发到这个四十的误伤跟法伤的 例如说魔语灵的十星咒每秒造成伤害 那这个造成伤害代表说他每秒都有几率会去触发到这个 还有羽芒的三连射三段射 他就是你每这三段呢你可能每段都会触发到他这一个 他的天苏效果那一样武侠的狂龙三段一样 每一段都有机会去触发到 所以这本呢对输出来说是蛮实用的一本 好那因为输出的话呢我有分比较细一点 搭配还蛮多样的那中小刻玩家的 黑剑天苏搭配为三四四四级天苏 三节化的烟光四节化的风火如木 那接下来呢就是玫瑰刺啦 玫瑰刺呢使用技能5%的几率缩短所有技能的人 0.5秒那一样我们的普攻也算是技能 所以他这触发的几率并不会太低 还蛮高的中小刻的话就是这四本天苏 中刻玩家的天苏搭配呢是三四四五级天苏 三节化烟光四节化一样风火跟如木 那我们把玫瑰刺换成五级的点降纯提高爆伤10% 你暴击到的话那他的伤害还蛮高的 所以呢中刻玩家是推荐这四本天苏 大科玩家呢推荐天苏为四四五六级天苏 四节化是公虎跟如木五级一样是点降纯 六节化呢我们换为盘古是我们的输出神器 那攻击的40%几率附加额外的5%伤害 那呢他这几率是非常高的触发几率非常高 所以呢我才说这本是输出神器哦 如果是大科技你的玩家我们就已经完全 舍弃掉三级的那换成我们六级的盘古 可以用这一套天苏搭配 你没看错输出就是这么狂 你玩输出就是这么狂 那呢还有神课级玩家的搭配是五六六六级天苏 五节化呢一样是点降纯 六节化是盘古乾隆跟怒火攻心 乾隆的话呢有10%几率使目标降低治疗10%持续5秒 这个的话在你打领地啊打PVP啊都是非常实用的 那怒火攻心呢技能攻击产生剑射效果 对目标周围四米的敌人产生8%的技能伤害 那这个呢在打副本的时候或者说打领地那种多人的时候 多人打架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哦 那相信这种神课级的天苏搭配 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多玩家会选择 那我还是做一套出来给大家提供参考 好最后一个坦兽兽 维吾客玩家推荐333四级天苏 三级的话呢是玉湖冰心 受到攻击2%之率缅缓 免晕跟定身持续2秒 阳关元气增长速度提高2% 美人香受到治疗效果提高1% 四级天苏呢是玫瑰刺 使用技能5%的几率缩短所有技能0.5秒 四级的话这个玫瑰刺 对叔叔来说是还蛮好用的一本天苏的 因为他在放招啊吸仇恨啊都还蛮重要的 那玉湖冰心呢像这个免控的话 在领地战等等都很好用哦 唯吾客玩家的话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搭配 巧克玩家推荐334四级天苏 三级的话一样玉湖跟阳关 四级的话玫瑰刺多了一本素 那素命的话是被晕眩时受到伤害减伤3% 那不管是打副本或是打领地的话 这一本对坦来说都是还蛮好用的 好综合玩家推荐3345级天苏 三级玉湖四级玫瑰刺跟素命 五级的话是天香生命低于5% 受治疗提升5% 那你们不要看这5%很低 当你把他进阶起来的时候 他的生命也是会提高的 那你们看到这1本 兽治疗跟宣秘 那想必就是 兽兽跟捕师是不分离的 所以呢 喜欢跟妹子玩的玩家 非常推荐可以玩兽兽唷 大客玩家的话推荐4456级天苏 四级的话宿命跟玫瑰刺 五级的话天香 六级的话力挽狂澜 每次受到伤害的4%反击给攻击者 最高不超过1万伤害 那不要看他只有4% 他在升满的时候 总共是16%反击给攻击者 那最高的话是不超过5万伤害唷 所以呢他这1本的话算是还蛮实用的 打手在打你的同时 他自己也会在扣险 大客的话就可以用这一套天苏 天苏的介绍差不多到这边咯 那再次提醒各位 你们在选择天苏的组合时 要以有办法升满阶的状况下去选的 天苏呢优先吃技能不是吃修为 能进阶的越高技能提升的越高 选择适合的天苏组合 才能把天苏的用处用到最好哦 今天如果说你用全六级 但是无法进阶 这样连三级四级全身满 实用性都比较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记得离开时帮我的影片点个赞及订阅哟 听肉反碎碎念的各位可以休息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